責任司機說 停火吧 停火吧 跟普丁說你跟我見面 他現在一直要去跟普丁見面 不然戰爭不能結束 下面人談談沒有用 我們兩個見面才可以談 我本來以為說也是 普丁好像說也同意 但是烏克蘭說 我們已經準備承諾不加入北約了 所以你們就撤軍 你不叫我不要撤回北約嗎 說我交我北約會影響你的安全嗎 我現在不加入了 你可以撤軍了嗎 可是責任司機又說 我給你談判的結果 要再給公投去決定 這麻煩了 因為現在烏克蘭聯合國 還有1000萬難民 大概300多萬逃到國外 剩下600多萬在國內這樣 沒有地方有流利的思索 你什麼時候公民投票 要不然把這些人都找回來 還是不要 沒有中選會 還是不要 這是一個 中選會 沒有 這是一個 第二個 要多久之內公投 這段時間俄國是打還是不打 所以因為我要公投 所以你不能打我 停火 惡若是同不同意 你公投結果不是 都不接受 我怎麼辦 所以這時候普丁還見不見面 所以我跟你見面了半天 搞不好你還當眾羞辱我 媒體都現在 特別是西方媒體 一定是趁機修理普丁 弄了個半天結果 你還要公投 公投之後絕對不算 到底要怎樣 老師你覺得為什麼這樣 我覺得你剛才講 說要殺普丁 是來自周邊保護他的人 你說這個很奇怪 一點都不奇怪 你間諜片看太少了 我沒有說奇怪 我沒有說奇怪 我知道所有都是這樣 沙達特也是 然後韓國李承晚那時候也是 讀正希都是個方便 還有一個電影叫安娜也是 你曉得 大家都曉得 我動物片看多了 動物頻道看多了 我真的越來越覺得 人類是一個最卑鄙 最惡毒的物種 你看動物也要穿肚子 也要找配偶 雖然肚子跟配偶 都是要照顧地盤 他們搶地盤 有搶成這個樣子嗎 我請問在座各位專家 我們今天如果多打三天 在烏克蘭多打三天 跟多打三個禮拜 跟多打三個月 它的後果有沒有差 有差 只有美國沒有差 其他的損失的情況 跟今天相比 都不曉得要糟糕幾倍 老百姓倒霉 現在不能和談 我覺得卡的東西 你看聽他講 聽他講 其實好像講起來好像很困難 可是只要化解 也一下子就可以化解了 所以你要曉得烏克蘭 俄國 中國 三個都過去 現在有一部分 都是共產國家 現在只是差別在那裡 中國的經濟面向西方了 烏克蘭的政治面向西方 俄國 兩個都沒有改 差別在這裡 所以他們原來都是有交情的 都談得來的 都可以說 大的 你的 要先說一下 那不行 所以我認為我在這裡 再度呼籲習大大 不用客氣 不用客氣 你要出來 你出來說大的 大家有什麼事情你不鬆快 老你的 大家要再撞下去 小朋友一下 不可以拜登 看開心了 這種話不可以說 你假設他 說的有空不順 對不對 我跟你講 習近平你不用客氣 中國是受災 是那個受害最小的 而且獲利不小 僅次於美國的 該做什麼事情就要做 他要搞公投什麼意思 公投不是 表示他六神無阻 我跟你講 還是他不要負責 到時候是讓民眾去決定 我跟你講 我昨天華盛頓郵報 登了一個故事 他認為折倫斯基 現在是mixed signal 西方感到不滿 就不知道你要談什麼 還搞公投你是要幹什麼 所以你看拜登24號要去北約 他根本就不談 要怎麼幫折倫斯基談判 他只談怎麼進一步制裁俄羅斯 我覺得折倫斯基現在碰到了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可能搞不定內部 比如說你如果讓步太多 你回來你怎麼辦 你搞不好有人對你不利 對不對 所以他就拿不定主意 因為剛剛樂益兄講得很對 那個主權領土的割讓 這是天大地大的問題 你沒有先整合內部 你怎麼對這種議題拿出立場 所以他現在索性就是 這兩個議題我沒有辦法談 就是這樣 可是你這樣談就不會結束 所以俄羅斯也沒招 只好繼續戰爭升級 就從馬力波開始打 就這樣 打下去又怎樣 那是公投 誰也不能做決定 那是繼續打嗎 那倒楣不是人民嗎 戰爭的平火沒有人在公投的 我也覺得我們不要花太多時間 討論公投 我覺得他只是一時興起講 會撤回的 會撤回的 隨投 問題是我要跟你 不是 你是總統 我要跟你談判對不對 我們常常說下面的人講的不算 老闆講的算 你要告訴我你要什麼 對不對 你要我俄羅斯做什麼 我要你做什麼 講定就講定了 一定是這樣才談 對不對 這跟你的概念也不一樣 不是 有相同有不同的地方 其實當年幾年前 我們要曹新城有幾次 就兩岸有不同的主張 但是他有他的一致性 他提出來統一公投的時候 我跟他一起到香港 去參加一個香江論壇 所以我知道他的用意 整體來講 曹新城是為台灣好 所以綠營的 不要隨便都罵曹新城 曹新城有的時候 譬如說他現在說兩個 來贏罵 綠營很支持 綠營現在不會罵 但是綠營的支持也沒有摸清楚 到底曹新城在幹什麼 所以你看曹新城現在大罵蘇起 不是沒有他的道理 但是他說現在兩國論 其實就馬上踩到老共的紅線 我覺得這個不應該 為什麼 因為老共希望講 第一天到晚都講說 你是以美謀獨 我覺得不要上當 我們現在是以美巨統 以美巨統就不要輕易的 調到兩國論的層次 但是曹新城的統一公投 全民皆兵 其實都是為了在跟老共對干的時候 如何捍衛台灣 他因為他是在野 他也不是在野黨 也不是執政黨 他是一個平民 一屆平民 所以他講話不需要負責 也不在乎前後矛盾 但是基本上他的動機是對的 但是他的做法有商討餘地 大家都 我真的是希望全國國民 就為這個問題有空的時候 就不妨想一想 大家集思廣益 但是我認為現在去講兩國論 如果做得到 民進黨不會做嗎 民進黨做不來 哪還輪到你 兩屆時那個時候 是要反攻大陸對不對 到了後來就發覺 反攻不了了 他總要有一個理由對不對 你說都不理大陸了 你明明說那是我們的國土 你都不理他 所以他才搞一個 三民主義統一中共 那是說我們不是真的用戰爭 是用我們的民主 民權 民生 事實上有沒有 台商上去就是 大陸今天有經濟 台商功不可沒 大陸的時候多窮 不但窮 完全沒有經營工廠的知識 完全沒有國際貿易的知識 都是台商去幫忙他的 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 你只會講 不會唱 我們的國土 我們的疆域 不能將貓擠著戰績 不會 怎麼看 我覺得中華民國在 我覺得中華民國 事實上 法律上都存在 這就是一個事實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法律上也沒有關係 勞工不承認 他不管他 他不管他嗎 我們自己 你明明講這個他就打你 不管 他不承認 你要談台灣也要有個身分 台灣法律上就是中華民國 你如果都不承認台灣 是個法律的實體 那怎麼談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曹董講這句話 跟小英講互不隸屬 這個我是同意的 只是說 並不是因為這樣兩岸就和平 不是 不是 你同意沒有用 老共說 如果你牽扯是中華民國的話 內戰沒有結束 內戰沒有結束 我具有100%的理由可以打你 那個是他的看法 我們認為內戰已經結束 這個是全世界的主流 不是 就算內戰沒有結束 就算結束了他要打你 他也打你 俄羅斯跟烏克蘭 就打不起 就不能打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不會打 所以那個跟內戰有沒有結束 無關 他不會講內戰沒有結束 因為內戰的時候 共產黨也是屬於中華民國的共產黨 是不是 所以他不會承認內戰的 你看俄羅斯跟烏克蘭對不對 他是兩個獨立國家 烏克蘭180個方交國 他打你照打 你看日本現在 說要制裁俄羅斯 俄羅斯你講 我們內戰還沒結束 所以我們和平談判 不談 所以日本跟俄羅斯還在內戰 還沒結束 戰爭 對 還外國人在那邊爭 北方在那邊爭 但是有沒有真的打仗 昨天昨天宣布 拒絕跟日本討論 我知道 到底有沒有打仗也沒 所以都是實力原則 沒有實力什麼都是假的 休息一下再回來